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虾 我们说过这边是一个白米蚕的一个水羹 这两只鸭子我朋友养的 他说这两只鸭子每次吃饭都吃很多 一只鸭子吃的质量是三只鸭子的那个量 然后我朋友那边的话被它吃快破产了 然后直接就把它宰掉 卖给我了 一拿来打握这个生泡这个水汁 一百天之后再过来抽 这鸭子全部腐烂了 我们再过来抽 大家好 我是阿虾 大家好 我是阿虾 这个水羹 我们已经打过过料了 现在废话不说了 现在挡头只有半个小时了 我们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赶紧抽吧 开口 挡头了 来不及了 哇 你看 这里痒了 来了 哇 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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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是什么意思 这么大就是这个意思 哇 哇 七八斤 这一条至少可以卖一千块钱 哇 你看 这个有一条跟蛇一样的东西 哇 哇 好长 好长 你看 比我手臂还长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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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我抓住了 抓住了 哎呦 抓不住了 还抓 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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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黑鸟 你大虎母 在这里 两面家庭 来了 黑鸟 我一直抓就抓住了 你不厉害 小黑鸟 黑鸟 好像是来自开封的鱼 开封包公鱼 鱼 鱼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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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鸟 走在这里 一两个 诚哥能不能认得进去 这里去 我哪里去 我哪里去啊 你看你小狗路还是重量要抓 向着前方 掌头了 我们不知道这次的话 会发生这种情况 意外意外 这次的话跟仇谁赛头一次 太大随胜随腹 我感觉抓鱼怎么这么轻松啊 为什么他们抓鱼那么 幸福我抓鱼这么轻松啊 因为他们都比较喜欢你 扔啊 再来一只啊 我最喜欢看它 鱼越轮盘的样子 抓鱼为什么这么轻松啊 渔民跟我比起来 我们新时代的渔民 还是比较有技术优势的 没有就是 吃好你们的东西 十八一只大一只小的 这种是小十八要放生的 这种持久工具就是这么大的 一两 这个肯定不放生 那两个是这样 这里 这边放不放生啊 这边一起放 这个老家人有一两以上了 不放生了 sorry 我要把你没收 这两个 哎呦 哎呦 腰哥 腰哥 来啊 哎呦 没地方跑 跑那一群 跑来跑去都是我的货 哎呀 这个是淡定的黑猫 哇 自己跑出来的 跑出来的 我都以为没鱼了 准备收工回家了 因为抓到一只巴掌 啊 为什么我跟你这么有缘分 哇 这种细心大法真的是 我要我要以独库酒店破 破他的心心大法 可他包脸吗 可他包脸我不能脸 我还没生孩子呢 我们这个鱼啊 坐船回家了 坐船回家咯 跟我们一起坐船回家 来了 回家了哈 那我去尝尝再看一幕 今天的话 这朝鲜菜谱 反正非常吃力 还是我们大莫学生 开始点名了 点名点当 看谁是坏蛋 哇哈 很耐力跟红绿 这个三条啊 还有个大石斑啊 不知道哪一国的石斑 也是美国的 还有这个大黑猫 美国的公主班很多只 一条两条 看着四条 五条 五条两条 这个放车嘛 好 大早一 小石斑放松 大石斑木松 这个是青脑 这个是红脑 这个是红脑 就这么搅了 拿去熬汤嘛 对粉丝安慰去熬汤 今天也是包根了哈 这粉丝今天是1600块钱包根 放翻了哈 这条直斑三条 放松 好 好 好